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岸政策是总统权责 你现在才知道吗 然后他竟然说 我会跟蔡总统一起维持两岸现状 你谁啊 那个国防外交两岸 那不是本来就是总统的权责吗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你可以不守护宪法吗 中华民国宪法 容许你讲出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吗 讲出那些垃圾话吗 你今天讲一讲 玩一玩以后 很得意洋洋又退回去 你在玩什么把戏呢 1999年从李登辉开始讲两国论之后 陈水扁讲一边一国 共同入线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两岸光是在GDP 在经济上的消涨 是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 而赖清德的意思是说 台湾不属于中国 真的吗 历史上 真相上 宪法上 台湾不属于中国吗 这款垃圾可以继续垃圾吗 我访问到一个厦门台商去厦门的时候 我问他对台湾的年轻人什么感觉 他说两个字 心疼难道说我们要在五年十年之后 对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心疼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野台发起人罗志强 大家好 桃园诗员黄敬平 大家好 历史老师曹若梅 大家好 这个台独之父李登辉 从1999年的时候开始搞两国论 当时呢 其实后来马英九有讲过说 当时两国论一推出来 所有人都吓一跳 因为他是黑箱作业 他们身为国民党高层幕僚 总统府的幕僚都没有人知道 全部都被吓一跳 但是有一个人是知道的 叫做蔡英文 因为两国论就是他搞出来的 他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访问 讲的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现状是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然后中华民国建国以来 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不废话吗 然后但是重点在这里 在1991年的修宪后 两岸关系的定位在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所以不用再宣布 没有再宣布台独的必要了 这就是他的说法 跟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 其实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 李登辉跟民进党 他们两边其实是 有合纵联合 然后有一起努力 共同打拼台独前途的 一种默契的 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讲一边一国 他说台湾不是人家的地方政府 或一省 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或澳门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注意 这跟赖清德讲法是一模一样的 台湾跟对岸 他还讲对岸 赖清德这次讲台湾与中国 台湾与对岸 一边一国要分清楚 这就是赖清德的论述 然后呢 2008年的时候 陈水扁继续搞入联公投 这个时候他已经因为贪污案 已经是所有人都对他无可容忍 已经红山巨要声讨他 他搞入联公投 然后由民主进步党提案的入联公投 那国民党就提出一个对岸 叫做反联公投 结果这两个公投 最后都没有过半 然后呢 去年 蔡总统他就任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就讲 没有讲中华民国 就是这个国家A 这个国家B 一直讲这个国家 好 他们一直在搞这些事情 那1999年的时候 两国论的时候 台湾的GDP是2,990亿美元 大陆是一兆 差不多四倍 然后再来 这根绿色的棒子是台湾 台湾是3010亿美元 大陆一兆4千多亿 再来台湾变4千100多亿美元 大陆变4兆多 已经四倍了 再来到2016年 去年的时候 台湾是5,299亿美金 大陆是10兆8,354亿美金 总共大陆翻了十倍 这样子的一个校长 我们在盲政治 我们在搞分化 我们在搞文革 静平 这个是台湾在忙碌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写淋淋的事实 我记得赖清德 刚接行政院长的时候 说要好好的把台湾的经济搞好 我觉得那你就要以全民福祉为念 看看我们的GDP数字 远远落后人家多少 甚至大陆已经在 如腾云起飞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在搞这种什么台独 然后仇宗 然后散动这种两岸关系的 这样一个对立 其实跟你要当初 接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把这个经济政策搞好 你不是要弄什么五缺呢 我觉得现在缺的就是 这个我们没有心去搞经济 碰什么就碰壁 新南向也碰壁 然后再搞这个也是一样 那讲这些废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务实不务实的这个台独工作者 我刚刚觉得说 之前你念完他讲的那一段 就是前两天 语经四座的那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然后如何如何 全部都冲篇废话之外 我只有听到一个很 我不晓得在座那种感觉 大家听到一种 很坚定的论述就是 我们喊台湾独立 现在就是了 我翻成白话来讲 我是胆小的台湾独立者 我是闹的台湾独立者 我们已经 中华民国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这样独立 就不要再喊 这样我们才能保有政权 我翻成大白话 就是这样子讲 你敢喊台湾独立 你敢喊出这四个字 那你就坚定的 不要把这个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借壳上市 民进党最擅长 就是做这种事情 你喊了台湾独立 你何必再去讲 中华民国 把这个壳 那个招牌拿出来呢 那你不是想要 雇注你原来的 基本教育派 你的独派之外 那你又想要是 怕这个统派离心离德 全部跑光光了 然后又故意拿一个招牌 拿一块壳 这是说假的 所以我就说不要装了 你今天看到这个 过去从两国论 到一边一国 陆联共同 我永远记得 在一边一国跟陆联共同 那时候我们在跑 总统府行政院的时候 最痛苦的就是 美国一天到晚 小布希骂台湾 troublemaker 你就是麻烦制造者 然后当时弄得外交部 要去跟AIT 很多事情协调 我亲眼看到 好几次AIT的官员 是以止气死 给我们没有好看的脸色 不只是在公开的座谈会 或者是官员到这个AIT 去拜访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然后往往就是指着 我们的鼻子骂 好像说你们惹来 多大的麻烦 你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 一个态度对你啊 所以这两天美国说 重申一中政策 毫不意外嘛 他不喊才是一个意外 所以你就看到 今天这么多长久以来 从两国论 一边一国 入联共同 然后到现在 又重现当时 蔡英文在帮李登威 捉刀的时候 当时就讲说 他就是两国论的操刀者嘛 如今这样子 一个民独一个暗独 然后再透过这个赖清德 去喊出这样的一个语言 然后两个一搭一唱 你能说这二十年来 我们台湾就是在 这样的一个政治反复当中 不要说什么路线 其实很清楚 我们今天宪法怎么样 你今天还敢提出 说要推动宪政修改的 这个工程 大家反而会疑虑 你就是要修宪 不是总统制内内阁 只有什么18岁 有没有投票权的问题 你根本就是要把 现在不是今天 立委就冒出来了吗 自由地区那些都拿掉 你就是要把修宪 实质独立了嘛 你就是要把过去那以来 我们争论的超过半个世纪 内部宪法里面的 国家的主权定位 那我觉得很好 你就开始修吧 你就不要忘记 国防部在前一两个月 才在一个国防白皮书里面 提出了这个 武力犯台七条件 就是两岸 如果会因为什么事情 发生战事的话 就是其中 主张台湾独立 还有台湾独立的这个年头 想都不要想 就是有意图这样的一个稿 其中七个条件里面 就有两个条件 在遏止你这样的一个台湾独立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 不是把全民福祉放在一归 我今天已经不记望他拼经济了 你如果要把大家 带向战争的边缘 国破名亡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 变成一个凋庇的景象 那他已经在踏上这条道路了 可是各位观众 跟所有的这个国民 你们希望见到是以后 台湾变这样的景象吗 光是看过去 先不要讲大陆现在崛起 两岸的实力消长有多少 光是看过去 每一次从李登辉 一直到2016年蔡英文 台湾跟大陆的GDP的对比 从四分之一 然后到二十分之一 而现在更是大陆正在起飞 台湾更是消腿的时候 苏巧慧 苏贞昌的女儿 他现在因为是立委 他提出了修正案 宪法修正案 有41个立委 联署 要联署什么 他除了一讲 18岁可以投票 其他的 他说什么 要把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里面 为因应国家统一 前之需要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国家现在是分裂的 中华民国 我们国家现在是分裂 跟谁分裂 台北跟台南分裂吗 当然不是 台湾跟大陆分裂 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自由地区 选总统就是自由地区的人来投票 然后大陆那边是大陆地区 是这样他要把这个拿掉 然后还要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叫做台湾与大陆人民关系条例 然后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第一条就是国家统一前 赖清德请你认得字好吗 你敢不认识 国家统一前 为如何如何 所以规范叫做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所以叫做一国两区 这个法律是谁定的呢 这个法律是蔡英文 当时是入委会的主委的时候定 当时总统是陈水扁吧 然后这个宪法针纠条文 这是李登辉的时候修改的吧 是不是 所以台独之父跟台独之子 搞出来的东西他们现在要改了 志强 其实你去看爱卿的这整个做法 就用一个场景来形容 他为什么会要抛出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因为他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他要当台湾独立在行政院长任内主张的第一人 可是他做这个人是谁在倒霉呢 我们去想其实就是一个场景 赖清德就像是穿着一个防护衣的一个采风人 然后他牵着蔡英文的手 蔡英文是没有穿那个防护衣的 然后一脚就把那马蜂窝用台湾独一给他踩下去 然后呢所以最后那些蜜蜂跑去盯谁 就盯蔡英文嘛 你要知道台湾独立这四个字 其实你看即便是台独教父李登辉 或是陈水扁 蔡英文 你会发现他们在至少在公职任内 这四个字他们也都不敢讲出口 都还转弯 对还会转一堆弯什么两国论 特殊国与国关系一边一国 他一定转一堆东西 但是他就是台湾独立这四个字 至少在公职内他不说出口 可是今天呢 赖清德一当行政院长第一天 他不但是台湾行政院长 有史以来第一个说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中华民国第一位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也是什么呢 也是政治人物 担任到所谓的院长以上的公职 就行政重要行政首长公职 第一个喊出他的支持台湾独立的人 为什么他打这算盘很简单 他喊出之后 他在台独的那个奋斗史上 就留下了亲民 这是他历史地位 他的屠君地位更稳固 那你今天实际上 你今天要当民进党的所谓的共主 你难道不要独派的支持吗 所以这个算盘对他打的是非常稳的 可是我要说一句话 赖清德你是献蔡英文于不义 蔡英文虽然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从当选总统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在两岸的用词上 他还算是克制的 就是我们讲说很多软性台独 他大张旗鼓地做 但是在明面台独上的时候 他至少台湾独立的事 都不敢讲 他没有戳破那张纸 对对对 他留了一个壳在那个地方 可是现在赖清德壳好 你直接把这个壳戳破 那接下来你叫蔡英文怎么办 而且赖清德就少算一件事 他也许想说 李登辉讲两国的没事 陈水源讲一边英国没事 可是你要知道 双方量体差距是不相同的 光这时序表你看 李登辉讲两国论的时候 那时候量体差到三倍到四倍 对对不对 接下来你说到一边一国的时候 已经差到将近要五倍了 对不对 已经快五倍了 对对好 然后再来到那个路联公投的时候 已经差了将近要十倍了 现在差二十倍 你这量体的差别代表说 对方就是在对样的时候 他可以用的所谓的相应的手段 就会多了什么 也就多了十倍 如果涨了十倍就多了十倍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等于是让 不但是对蔡英文来讲 造成他极大的困 他等于过去的那些 我们讲相对来讲 他想要保持的那张纸 被戳破以外 实际上你也是把台湾 带到另外一个很不利的情境 那对大陆来说的话 大陆也有他名义要应付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 大陆的名义 等一下我们听听看 习近平曾经怎么样讲过 好 他说习近平说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他会是开玩笑吗 他会像台湾的政客一样 讲一讲 没做到没关系吗 那为什么赖信德今天又 丢回去了说 以后不回答这种事情 我相信基本上 赖信德抛出这件事之后 蔡英文一定是不高兴的 那蔡英文不管是 事前他知道的成分 也许赖信德跟他讲的部分 有保留 到最后他超出了 这个剧本之后 蔡英文可能表达 是告诉他严重关切说 这事情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那就像说习近平讲的 基本上你要知道 两岸关系过去所谓的基础 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是所谓的 蔡英文他在当选之后的话 他用了一个新的说法 那时候在他的就职的演说的时候 大陆方面其实把它变成是一个 听起言观其行的 一个所谓的未完成的答卷 可是现在呢 一旦说你把这个灯戳破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知道大陆的民众 他基本上对于所谓 没有任何一个大陆领导者 可以去罔顾所谓大陆民众 对于所谓的反台独 以及所谓国家统一的 这个心理的需要 那一旦你把这张纸戳破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让 所谓的陆方的官方 他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 他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 10月1日会出刊的亚洲周刊 他会有一篇文章会写说 即将在10月18日举行的 中共十九大 不只是共产党的历史分水岭 也是牵动两岸命运的分水岭 因为习近平 他完成十九大之后 他的权力巩固之后 他要做什么 他未来任期 你是习近平 你完成所有的布局之后 你觉得你最大的工业是什么 每一个领导人 他都在想他的历史定位 你是习近平 你想要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如果你把台湾光复 把台湾收复回来 这个工业是几乎要超越 毛泽东的工业 你是习近平 你会不会要 那台湾一直在做 这个习近平在给蔡英文 没有答完的考卷 赖清德这样冲撞这样子之后 这个答卷是不是已经等于 把这个考试卷给他撕掉了 就不用了 所以你蔡英文政府 你是在制造 你是在逼大陆武统吗 还是怎么样呢 任俊 现在两岸是 是怎样的状况 会不会地动山摇 我觉得当然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一出来之后 中国大会关注到就是中国大陆 在这个事件上面的回应 那你看到国台办的发言人 马晓光在这个事件上面 他还是强调就是说 第一个台湾没有成为独立国家的 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说中国大陆还是回到 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的 这个基础上面 那认为就是说两岸应该要和平共存 那当然有一个说法会认为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面 比较软性的回应 可能是来自于您刚刚所提到的 十九大即将要举行 所以未来就第一个看 就是在十九大之后 在中国大陆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民进党政府在乎的是那个数字 观光的人数不能比马正如时代少 那既然大陆客少这么多 当然要从东南亚这些人一步 那当然补补回来 大家心知肚明 在乎数字 今天眼见杂志 已经向民调公布了 就台湾的年轻人 对于未来乐观的 有百分之八点 都给大家生活 我介绍 p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